美国总统克朗普11月20日重申了他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 并指责辉瑞制药公司在战略上推迟宣布有关新冠疫苗的消息 因为他支持降低医药成本 而且是为了损害他的连任努力 这些新冠疫苗套 我发现了其他的投票戏 在 цикle抗户所以来的 我们受到上网点 下一个人会 但 anchor了 我们有了一些人的票戏 我们有了大伤伤 我们的最终が大伤伤 我们有了大伤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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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大伤伤 alone 而且决定的迈资 我看了它 我看到了他们的 人是 我还没有看了 它看得到 特朗普还推测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所带来的影响 但他们终于连弃的原因是什么我做的 这就是不错因为这一件事实际上很大事